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订定相关的管制规范 未来我会积极的去推动社会主张 如果地方政府无力兴建 可以把成本 用成本价 卖给中央 由中央来兴建 低薪高房价不满情绪往哪儿宣泄 当然是谁执政 责任谁扛 就算我政府努力 都薪水只有这样子 也招不了多少 可能我加薪从30K加到40K 那也不是说多大的调整 亚房 然后可能一个房间 那可能他就有9000块的租金 那这个东西对于 可能刚出社会或者是 才在念大学的年轻人来讲 它是很难去 就是负担这个价钱 根据1111 仁林行调查 全国上班族最期盼新总统 优先解决的五大问题 排第一的是长期薪资停滞 第二就是过高的房价和房租 第三是不断上升的物价与电价 以及立法规范获利企业必须加薪 还有制定符合时宜的新版捞击法 就是现在呢 整个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 时宜住行都变得非常非常的昂贵 那我想这个年轻人 因为他们刚进社会 或者是还在大学里面 那他们对于这块 应该是特别的有感 薪资停滞纠缠台湾超过20年 蓝绿都当过家了 难以具体改善 蔡政府八年来 八度调升最低工资 来到两万七千四百七十元 但却追不上各种通膨 赖金德则抛出上市贵公司 要有最低薪的审查机制作为带动 面对房价 他宣示盖百万户设宅 延续租金补贴 和勤安贷款 以及启动囤房税2.0作为解方 但两者都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没什么乐观的本钱 而跟荷包有关的永远最难搞 根据劳保局公布报告 截至2023年 劳保基金潜藏负债标破13.04兆 比四年前暴增近两成 再这样下去 劳保基金将在2028年面临破产 我只能会持续挤注公务预算 让劳保基金可以存续以外 政府会负最后的责任 换句话说只要政府在 劳保基金就不会倒 我们每一年若不付出的金额是扩大的 虽然政府透过挤注的方式 譬如说前几年的300亿 400亿500亿 到去年的1300亿 那这是建立在政府财务状况 良好的状况之下 我们无法预知 明年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财务的荣景 能够让我们无止境的这样的一个波波 蔡总统口中最柔软的一块 事关千万劳工选票 他没动手 留给赖政府伤脑筋 劳保最快四年破产 可能落在赖清德首任最后一年 届时又要选举 还有没有带钢盔 挑战改革的勇气 同样快破产的 还有全民健保 以健保现行费率5.17%来看 如2024年总额成长率为4.672% 当年健保收支累计结余1278亿元 预计到2026年 法定一个月的安全准备金就会用尽 恐怕提早到2025年就要调整保费 否则健保将濒临破产 无论是从健保的财务困境也好 医事人员的出手槽 甚至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人口结构 跟疾病形态的改变 其实都在考验新政府能不能带领台湾的民众 走出医疗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高度 一个半月内桃园停电超过40次 因素大多是意外或溃陷跳脱 台电坚持停电不等于缺电 停电能及时修复 但是台湾的电真的够吗 政府保证说不会缺电 但是这建厂的计划严重的落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很担心的就是 这个要2030要达到再生能源的目标 那达成的可能性是 几乎是没有的 今年6月后核31号机将要除业 整体核电发电量将降到121亿度 虽然赖清德在选前提出能源政策 想用燃气与再生能源代替 但想补足这么大的缺口 没那么容易 而按照非核家园计划 2025年核电将全面归零 我不是永恒者 我只是认为核可以帮助绿 台湾恐怕免不了需要借助绿能 一个是借助核能 工商界意见领袖呼吁赖清德 让核电重回供电结构当中 环保团体则在4月底上街 反对老旧核电厂研业 但用电大货半导体业 偏偏又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利基电董事长黄冲仁 甚至抛出业界 要自建新时代核电厂的思考 核电是否研业 预计是赖清德上任后 第一个要拆弹的问题 赖清德的内政考卷摊开 没有一提能轻松引答